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名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在校内餐厅高唱校歌抗议 复旦大学历史悠久的校歌其中一句的歌词就是 学术独立 思想自由 报道说 据推特流出的两段影片显示 多名复旦大学学生在学校人文学院餐厅内站立合唱校歌 过程中有一名校内保安试图劝阻未果 餐厅内几乎所有人都站立起来 气愤激昂 上述影片已在互联网上引发热传 多名网友表示这样的场景很熟悉 就如同香港反送中学生在商场内合唱进行合力飞行式的抗议 许多网友赞扬这些复旦大学学生的勇气 并称光复复旦 时代革命 月容光归复旦 复旦大学的校歌创作于1925年 其中有学术独立 思想自由 正罗教网无机办歌词 学生自发合唱校歌之行为 明显是在对校方拟修改大学章程的计划表示抗议 12月16日星期一 中国教育网站公布 关于同意复旦大学章程部分条款修改的批复 引起了中国网民的注意 并引发了强烈的批评 批评者批评修改的复旦章程 使该大学形同中国共产党党校 中国政府对由此而来的辩论进行封杀 现在外界还不清楚 中国教育部为什么此时要推动中国大陆的大学修改章程 目前中国教育部已经批复了至少三个大学的章程修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前多次强调指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复旦和其他大学的章程修改 显然是迎合习近平的这种说法 批评者指出 习近平的这种说法是照搬毛泽东发动的 给中国带来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口号 而这个口号来自毛泽东本人 其中的党是指中国共产党 在文革结束之后 中共当局一度表示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共党的最高领袖之首 党政不分 是文革之所以得以长期祸害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习近平上台以来 大力恢复毛泽东时代的说法和做法 包括大力恢复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 一度强调的党政分开 习近平重新强调 中共党必须掌管一切 掌控一切 全国和全党则必须听从他 服从他一个人的权威 要有明确的定于一尊的意识 复旦大学修改过的张承删除了思想自由 师生治学 民主管理 学校是以学术为核心的共同体等表述 增添了中共党全面控制大学 是大学的绝对权威的内容 其中包括 学校党委是全校的领导核心 全面领导学校工作 把握学校发展方向 决定学校重大问题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讨论决定学校人才工作规划和重大人才政策 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 优化人才成长环境 统筹推进学校教师队伍及其他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领导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师生员工头脑 在师生员工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牢牢掌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维护学校安全稳定 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 是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 列全球第44位 位列中国国内高校第三位 改革开放后 中共对复旦的控制相对有所放松 有强调学术独立的复旦章程 复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 在章程意见征集过程中 校长杨玉良曾通过章程自宪权力 推进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 当时新华网还发文称 复旦宪章为捍卫学术自由迈出第一步 2014年 中共党媒人民网还曾发文赞扬复旦大学的 学校党政领导部参加学术委员会 这条旨在限制校长等领导权力的重要条款 被写入章程 称把校领导排除在学术委员会成员之外 是一项创举 也表扬复旦大学首次把学术独立 思想自由这样的表述 写进章程是一种创新精神 熟料 现在风雨突变 复旦大学删改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甚至被消失 复旦的章程公布引发了许多中国网民的嘲笑 一些网民校称复旦由此变成了中共党校 有网友指出 学术从来都不可能独立 思想也无法自由 地上铺满了正罗教网 人们带着脚料 不许跳舞 还有网友讽刺的说 以前的学术独立 思想自由 民主管理也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现在不遮掩了 坦荡党非常好 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复旦的章程公布 引发的嘲笑和批评 显然也使现在的复旦大学的学生和教士 感到丢面子 在没有表达自由的中国大陆 他们采取的抗议方式是 唱复旦大学的校歌 从周二开始 中共网管当局对复旦大学章程修改 引起的批评 辩论和有关的视频实行了封锁 在中国互联网出现的报道和评论 复旦大学章程修改的帖子 现在大多都已经打不开 或打开之后显示是原帖已不复存在 就连教育部网上的通知 也删除了原章程 只保留了修订后的新章程文本 据报道 目前除了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的章程修订案 也获得了教育部的核准 其中同样强调了 党委领导并突出了 服务国家之使命 奴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之中国梦 复旦大学校歌创作于1925年 由刘大白作词《丰子凯谱》取 复旦大学一度于1988年 推出新校歌 但不为师生所认同 2004年11月 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 在师生强烈的呼吁下 校方恢复老校歌 复旦校歌词如下 复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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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非学府文章换 学术独立 思想自由 正罗教往无羁绊 无羁绊 前程远 向前向前 向前进展 复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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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光滑同灿烂 复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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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异德精神观 巩固学校维护国家 先优后乐 交相免 交相免 前程远 向前向前 向前进展 复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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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光滑同灿烂 复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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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兵毅力东南观 坐域国土 挥阔学风 镇欧朔美 声明满 声明满前程远 向前向前 向前进展 复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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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光滑同灿烂 以上是本期万维追记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